为了让民众欣赏到难得一见的胶彩艺术创作 文化局特别安排胶彩画家陈瑞琼前来虎山艺术馆二楼展出 文化局表示此次展出40幅作品中充分展现情绘画功力 无论是用色、构图及彩绘都是难得的佳作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能播空前往参观 在县府文化局的邀请下 艺术家陈瑞琼老师特别在虎山艺术馆二楼展出将近40幅 20多年来美丽作品 并且以画为主题展现传统丰富又有深度的胶彩画作 同时呈现对比强烈色彩鲜艺的作品 让信赏者眼睛为之一亮 文化局表示 陈瑞琼老师多年向张珍武老师学习胶彩画 其精度画派厚图激励 丰富色彩光泽 低彩度的迷雾色调 令陈瑞琼老师着迷不已 朴实的荷花在水中挺挺玉立 还有美丽的百合照来蝴蝶飞舞 艺术家陈瑞琼以多色低彩度的迷雾色调 呈现各式各样的美丽花朵 艺术家陈瑞琼表示 花的美 花的颜色都让人喜欢 所以在他的画作里面 大部分都是以花为主 而构图方面都是以意境为主 例如在作品底下 贴薄彩虹薄 在上面打上原料的激励 呈现出一种古典美 比较古董 以古董色为主 花开花蟹是大自然生命现象 纯老师想留住那片刻美好 因而将花卉植物的光和色彩 利用厚土激励 矿物光泽 低彩度迷雾色调 表达于画上 期待将植物世界里 最灿烂的花开时节 就此助言 当花朵凋零枯萎之际 或许也是生命延续的永恒旅程 文化局表示 展期从即日起到2月13号为止 欢迎喜爱娇彩艺术的民众 播空前往参观 享受轻松惬意的艺术之旅 欢迎订阅